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去馬里蘭的美國國家檔案局 進行國家保障2019年最後一次的台灣相關檔案反派計劃 那我們現在出發 歷史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是一面鏡子 歷史給人們最好的功能應該是一個警示的作用 因為太多的歷史一直在重複它自己 我名字是莊士傑 我是在2016年和梁惠先生發起國家保障來到世界各地去翻拍 跟台灣相關的歷史檔案的計劃 翻拍志工團出發的時候要花四個半小時左右的車程 所以我們開車的人大概都五點五點半就出門 謝謝 國家級的保障就是跟以我們台灣來說 就是台灣相關的歷史文件檔案 那這些檔案文件可能很多時候 不是在台灣可以看到 我們知道說在海外其他國家的政府機構 可能有相關的收藏 那我們覺得這些東西對台灣人想要對過去歷史的了解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2016年我們三個人87人有這個想法之後 最後的結論就是說發展一個翻拍的一個APP 然後用APP然後掃描照相 跟直接上傳到我們網站的這個概念 他再不希望你把檔案都擋開這樣 對 那還有什麼要做 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已經三年 我們基本上是一個月一次來翻拍桶 每一次有時候人少四五個人 有時候人多十來個十五個這樣 加一加種種大概也已經有兩百個人次來翻拍這樣 我們最興奮的是真的這些照片 因為照片是最直接的、視覺的 而且是可以看到過去可能幾十年以前的一些台灣的現象 所以如果是這樣我們會感覺好像挖到寶一樣 那我們曾經拍到一份檔案是大概1950年代 是60年代左右 美軍跟原住民的頭目、合照 然後介紹當地的不同一些文化他們的習俗還有服裝 那有趣的是什麼 我們在我們的臉書分享這個檔案的時候 沒多久馬上就有人說這個是我顧客 我們很希望這個答案跟現實的生活 還有人可以直接有關係 當我們拍到一些東西 然後有人來說 我認識這個人是誰 我知道他是誰 我們會覺得原來這些東西是 讓我們覺得更真實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答案是很開心的 歷史以台灣來講 跟台灣人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它在四百多年來一直被殖民的過程 其實對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楚 可能有點混淆 現在台灣人開始已經有那種覺醒 就是越想知道說 除了官方給我們的資訊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資訊 可以讓我去更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的定位 所以我們實希望說 透過這樣翻牌的行動 更多的檔案能夠數位化 然後普及化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不去了解 自己過去的發生 你未來你只是會被人家推著走